在工作需求上,很大部分的人都需要一个办公地点 以前选择有可能在咖啡厅或者是商务空间 但前则属于开放环境,而后者是以隔间为主 不是过于吵杂就是太过封闭 而SD Co-Working Plaza的创办人蔡怡婷先生 为了解决这两种困扰便成立共同创作空间 主要目的是希望每个工作者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下 不只单独作业,还能够与其他工作者互相交流 让工作之余还能插出不同火花 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嘛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外面 就是开门或者是图书馆或 但公开的空间基本上就是有很多问题嘛 比方说人来人往啊,然后吵杂啊 那后来下定决心要找这间办公室 其实蛮多人,蛮多人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大概是三年前开始而已 三年前的时候,台北大概一半商务中心 然后一半工作坊,然后让大家来,然后把做完一个专案 然后就测,然后在这之前大家住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一起share 环珠,然后把这个project做完以后 就整个团案就完测了,那是最早的Clocking Space 共同创作空间,之所以不同于商工 最大的特点在于人际的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因为工作的一直性让进驻在里面的工作者 可以获取不同的帮助 让原本封闭的工作情况能找到更多元的方向 对我来说,这是后来的,因为我也承接着Clocking Space以后 获得很多帮助,比方说认识很多人啊 那这都是无形的事业 比方说我们今天假设我一个人创业 然后要拓展人脉 我必须花很大倍的时间 而且可以压缩到这些工作的时间 但你如果全部focus在工作的时间 你基本上又不会拓展 我说的全部都是一个人为单位的情况下 很难去拓展人机关系跟别人产业的合作 所以我后来就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待在这边 就是筛选很多个可视 让这个空间的移植性较高 所以我们现在里面有电影产业 然后有金融业就是股票与赚 然后也会有平台设计 然后平面设计 然后销售 业务 这些不同的类型结合在一起 慢慢它就有自己生态圈出来 那当生态圈出来以后 它就完全 完全它就跟商务空间不一样了 除了提供硬体服务 蔡先生的主要工作内容 还有搭建桥梁 在共同创作空间 有不同性质的工作内容 当然也有不同个性的工作者 与其交流 交流和沟通都是在经营这个生态圈时不可或缺的要素 你必须承诺你给的服务以外 我觉得 你愿意为你的口温做到什么 无度的调整 每个人都是 久了都会变成爬能 每个人都会变爬能 所以 你除了要在意这些个别或是大家的需求 你还必须调解这一个生态圈的气候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之所以叫共同就是共同的 没有人特别 应该听谁或是谁的权利特别要注意到 比较远一点的话就是活络 你必须任工具活络 每个人的互动 有时候你要人工的你要手工去活络他们 他们的那个互动这样子 需求的处理还有 还有他们人际关系 有时候你要帮他们活络一下 在经营共同创作空间 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经费 要如何做出与商工的区别 吸引更多工作者来此进驻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期间 蔡先生认为坚持是在这条路 必须的条件 我觉得打造这种空间 最大的困难点在于 你必须相信 你的坚持是被人家接受的 我在开到中期 因为当开故事没有人的 那个时候这个ITR在 几乎在台湾只有台北有听过 然后在台北里面又不是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时候 你那时候你要坚持说 哇 打造空间 一直可以死 而不是做商工 所以这是最大的挑战 就是说你必须相信 你想提供的服务是有人要的 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还有你的理念 就是让大家可以互相 有自己的生态 这个核心里面会随时受到的挑战 那但是 你如何说服自己 即使 说说说服别人 说服其他投资人 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即使不赚钱 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 这是最困难的 做任何行业 想要赚钱 甚至说想要 减少回数 你必须把他 价值股价在 不可计算的服务上